在这里我们传入了一个参数 叫Motion Event Motion我们知道它其实是有什么 有事件有动画的这样的一些意思 有行为的这样一些意思 我们来查一下 那么传入的是一个Motion事件 返回的跟我们刚刚的Unkey Up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Motion事件里面有哪些内容 也是Action Action Down 那么它这个Action的内容就要多一点了 Action Down Action Cancel 还有Point Down Point Up 这个点 这些参数使用来表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多点触控 还有GetX和GetY 就得到当前点击的在屏幕上的这样一个点的位置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是点屏幕了 所以很有必要去了解这些内容 这里有一段小小的一个视力代码 设备类型 看它的Action就比较多了 包括有Point1 Down Point2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这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些已经实现了五箱触控 就是五点触控 对不对 很多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五点触控 但它实际上还是通过1,2,3这种方式来轮 来设置的 它的Action就比较多了 OK 在这里 在这里的话 我重点给大家说一个概念 这个待会儿大家可能会用得到 搜一下 太不相关的 我们待会儿用到再说吧 在Motion Event里面 OK 我们来判断一下 它点击 它的点击 我们看一下event 有哪些 getAction 等于 比方说 照有一个down 就点下来 这里也有一个up 那么这个down 大家就要注意了 就跟我们keydown是一样的 当它按着屏幕不放的时候 它每个 我忘了是多少毫秒 非常快的时间 可能好像就100毫秒的样子 它就要不断地去出发 这样一个时间 它会不断地去出发 所以我这里都不用down 我用up 如果它是这样的 一个up 那么则 我们打一个log 叫什么 unclick 这个想象一下 这就是跟我们的 屏幕上面 包括以前按钮上面的这个视线点击 是不是就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点击一下 这个值没有打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修改一下 我们直接先把这当前的这个 event的action给它打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不是那个 touch it down action down 打一下 好 再打try了 是零 开始是零 那零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查得到 它的具体的一个值 随便找一个吧 我们来看看 零是action down 也就是说action down 出发了 那好 那我们就来判断一下 它的这个action down 的出发 当你点击开始 这个action down 就会出发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action up 什么时候出发 我们刚才用了action up 但它没有显示 当你的一个手势 按压的这样一个手势 结束的时候 那么这个行为包含 要移动 当完之后才up 当完了之后 但是它说的 release location the final location 最后一次down或者移动事件之后 最后一次down或者移动事件之后 那我们刚才停留了以后 再给它取出来也OK的呀 这样子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action down 如果event的getaction 如果event的getaction 如果它是action down 则我们打这段log 则我们打这段log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我记得action up 是可以的 我以前也写过这样的 我以前也写过这样的 OK我们来点击一下 那么大家看下面 它就被打出来了 然后 应该有一个 OK 那么我们知道 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untouch event 就是来接收屏幕上面的 这样一个点击事件 那么具体的 这个点击事件的描述 我们在后面 讲到具体的空间的时候 还会跟大家详细去讲解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在我们的view里面 有unkeyup和untouch event 在我们的activity里面 也有我们的 我们来看一下 也有我们的unkeyup 我们找一下 unkeyup 我们再来看看 有没有untouch event OK也有 那我们试一下 我们把我们这边的代码 给它copy过来看一下 unkeyup unkeyup 再加一个activity senderclick 这个 还是要给它设设设计 再把他基本的给它靠过来 我们在这再加一个 这个 event 叫gethack 这个是tushup 好 那么下面也有 这上面也有 他们也全都可以进行判断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谁先执行 或者他们执行有差异没有 点一下 看没有 我点了一下 这个时候他就有up了 而且第一次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view先出发的 是我们的view先出发的 然后view出发了之后 就会有我们activity里面的 一个down 一个up 我们再点一下这些 也是 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除了这个 我们知道 我们的phone window 我们来看一下原来 phone window 是不是也有我们的 on key和 on touch 看没有 也有on key up 那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事件 在我们的 我们之前讲过 Activity Windows和我们的View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想象一下 事件在这三者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Anti和Touch event 那么这里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下来也可以去跟踪一下 我们的这个代码 我们先说 先说Key event Key event的事件分发是怎么来做的呢 是由外到内来做的 那么相比之下 我们的外就是我们的Activity 内的话就是 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Activity 这是我们的那个Windows 这个是我们的View 准确的叫我们的ViewTree 空间数 那么我们 Key event出发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发了通过 我们的Piple 就是我们的Linux的进程间的共产机制 去发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实际上你就把它当作 发了一个系统消息 这系统消息就是 哪个键被出发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系统消息发了 怎样有人接啊 我们想象一下 接收的时候 首先我们包括我们在Windows消息上面 接收的时候 是不是当前激活的这个 Handle 我们在Windows上是不是这样子的 就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这样一个Handle 那么我们这也是一样的 那就是发到了我们当前活动状态的这个上下文 Contact 这个上下文是在我们Activity里面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Activity上下文的一个概念 那么它又会把这个消息分发给它 因为它这里面有Attack 有一个Window嘛 对不对 有一个Window 那么Window的话 又会发给我们的ViewTree的里面的ViewRoof 就是它的根元素 发给它的一个根元素 那么这个根元素 接收接收 最后 它会来看 当前界面上 有哪一个是焦点 有哪个是焦点师徒 Focus 最终是发给它 把这个消息发给它 那么发给它之后 在处理的时候 它是什么呢 有一个叫事件上传机制 就是它得到这个过后 开始处理 使它优先来进行处理 那么它如果处理了了 它就如果这儿 它去返回一个 Return一个True 意思就是不再往上传了 那么如果它返回的是一个False 或者是一个默认值 那么它就会逐渐的 往它上面这一层传 上面这一层传 直到你或者你用Activity来 进行一个处理 大家注意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比方你 我现在按了一个五项 按钮里面的一个东西 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有一个系统消息 这个系统消息 首先是我们当前上下文得到 当前上下文得到了 又给分发给我们的Window Window就会分发给我们的ViewTree ViewTree就会从我们根元素开始 找快速的去找到我们的这个 焦点元素 这个焦点元素开始 我们就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件 这个理解一下 那么我们的Touch的时候 当我们Touch的时候 是怎么来做的呢 同样 这是A 这是Window W 这是我们的ViewTree 当Touch的时候 比方我现在点了去上头 比方这是一个Button 我点了一下它 同样的也是有消息 但这个时候它不是直接给我们Contact 它是怎么用的呢 它是 先去判断屏幕里面 这个位置范围 这个位置范围 哪一个元素应该是焦点元素 找到了这个焦点元素之后 它就直接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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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走了 所以这个过程的话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那个过程有一点不一样 少 感觉像是少了一步 或者叫简化了一步 对不对 刚才我们是通过系统消息 一层一层的来定位到我们这个焦点元素 对不对 现在我们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是直接根据位置 我们在Touch屏幕的时候 根据我们的位置 来定位到我们的焦点元素 然后同样的有一个Dispatch 分发 Dispatch这个机制 那我们在这里 其实有一个概念叫什么 事件上传 什么叫事件上传呢 就是我们空间数里头 一层一层的往它的 附容器里面不断的传上去 不断的传上去 如果你这里你不想处理的话 我就可以传给我的附容器去处理 就好像我们都知道 ListView对不对 ListView点击了过后 比方我点击了这一行 实际上是不是 最先是他得到的一个事件 对不对 所以你完全可以在他这一行的 TextView里面去执行他的Unclick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们把它写成了一个复合空间 所以我就让它去上传 上传给我们它的附容器 比方是ListView 我们在这里 再通过一个index这样的一个属性 来进行他的这样的处理 那以后我们学 我们写自定义的复杂的空间的时候 也要有这样一套机制 也要有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下 分发和上传 分发和上传 那么 所以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 我们要在我们的View里面 去实现这些事件 什么时候我们打算在Activity里面 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想设置 当然这下面 大家可以来做一些实验 比方说 同样是一个Unclick 你可以在它负容器里面去调用一下 在它子元素里面去调用一下 你看看谁先调 谁先调 所以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Key Event它的分发过程 和我们的它气温的分发过程 是不一样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 在Key Event分发的时候 我刚刚不是说 我们的窗口 它会发给我们的RootView 对不对 会发给我们的RootView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还有一步 就是我们的窗口 也会去判断一下 当前输入法有没有打开 如果当前输入法打开了 它会先发给我们的输入法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我们在按硬件盘的时候 比方说ABCD点了过后 只要这个时候输入法 状态是打开的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会直接就打出这来了 它就会先去调用这一块 对不对 而不是说打了 然后还让你下落的 哪个对象去接收 这些消息去处理 所以就不用管它了 这点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的是这个 我们再在activity里头 来做一个实现 我们在activity里头 刚才用了一个action app 那么这个时候 我想来干嘛呢 我要做一个 我们来模拟一个 long click 刚才action app 就是我们模拟的click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现在要模拟一个long click 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 event里面 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 好